11号选手请上台 先生你怎么了 这地出学我怎么想 都想过头 你记不记得老师曾经推荐我们 利用时间去阅读一个网站 安安免费教学网 哦我想起来了 这个安安免费教学网 里面有国中 国小 各科学习内容 好概就是 真是芳蓉万有 我记得了 建制这个网站的人 是一位大姐姐 名叫沈心灵 没错就是这位沈心灵大姐姐 让我好佩服她 我也好佩服她 看来 我们得好好介绍这位大姐姐 给大家更新人事 小时候的沈心灵 是个来自流动摊氓家庭的孩子 贫困于生活中的记忆 当时她父母的曾经将事业失败 背负庞大的在乎 她的童年施账 共她会看教卖身中度过的 是啊 不过她的母亲热闻 在窮 也不能窮教育 所以她更努力地学习 所以她在小时候 她的妈妈常买便宜的二手书 让她练习 阅读写字 因为她要不摊位 所以常在烈日导工的菜市场 特别混杂的狂云市场 或者是 惶惶在日增下 砍书 哦 前期听姐姐昨天做得这么辛苦哦 不过就是她这股 旺盛的求知欲和善定心 让她在国小刚开始接触电脑时 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利用刻意时间接学校的电脑 学习架构网站写程式 哇 国小时生就会显得是啊 好厉害哦 而且啊 她的母亲知道 她需要利用电脑学习 却为家里穷 舍不得向父母开拓 母亲就将自己收藏住年 加浦队的玉佩编卖 换成现金会她买一部电脑 她非常地心热顾 责乱目的电脑 所以她更努力学习 甚至还帮父母 架设服装生意网站 女大为家里增加乘路 也稳定的佳季 她的开箱出场文档 却看见农民卖 面对承担卖不出去的文档 兴趣 于是12岁的她 主动激发一秒到各大公司 三大公司的老板 远方推销文档 没想到3万多斤的文档 进群苏会玩 神心里人在眼睛还小 就把她所带到的知识 贡献给太多人 真是能小 志气高了 是我们的榜样呢 她说 母亲要她真心 老天给她的天分和机会 去帮助更多辛苦工作 去收入不多的人 我记得老师常常跟我说 将来要成为一个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 我觉得神心里姐姐 就是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为了一个人贡献力量 我能想 就像一只小小萤火虫 努力照亮暗默 我也想到这样的小小萤火虫 看她一起发光 好 小小萤火虫 我陪你去安安免费教学网里找找资料 先把你周天数学评弄懂了 再把我们脑袋的知识加强起来 才能去发光发热 贡献给社会啊 小真谢谢你 你真是我的好玩耀 走 谢谢大家 时间是四分钟